台中市在今年得到ICF的肯定 拿到全球的智慧城市的首奖 那么其实台中市一直以来 都是以世界的大台中来接轨国际 那么随着台中县市的合并 以及市府的升格为直辖市 不论在行政流程或者是IT管理 都需要大幅度的进步跟调整 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在低碳无忧幸福智慧城的政策下 我们采用了VMware的虚拟化技术 来打造一个稳定高效的市政园 整合市府各部门的资讯系统 大幅的减少实体主机的数量跟电力的消耗 因此这一点在全球智慧城市的绿人认证项目 市中获得非常高的分数 也让台中市政府再度荣获2013年智慧城市论坛 国际组织的再度的肯定 而拿下了连度的手价 那么资讯中心目前已经将68个系统 转移到古台的X86的伺服器上面 节省了主机的用电量达到37,800瓦 比过去节省的电量超过90% 如果能够将省下的耗能算成排碳量 那么每年降低近33万公斤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绩效 台中市政云事实上整合了很多机关的系统 像卫生局、教育局、人事处等这个机关 那么有时候这些机关需要远端的管理设备的时候 那么它实际上是跟资讯中心的同仁要求 中心同仁只要上VMware V-Center Server 快速就能够建立虚拟主机 不需要额外的去购置伺服器 相较于以往要到两三周来跑采购流程跟准备环境 目前只需要一天就可以完成 人事处所使用的伺服器总共有三台 其实在平常的使用管理上 我们就可以透过远端桌面的连线来管理 非常方便使用 但是偶尔会遇到一些硬体故障的问题 这时候我们就还是必须要进入到中央资讯机房 才能够处理解决问题 那自从把这些伺服器导入VM之后 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来进行维护管理工作非常方便 不必再去烦恼说一些伺服器的一些备源机制问题 所以说这样子因此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与便利性 推动地炭城市的成功 可以影响全世界对台湾的印象 VMware是Forbis杂志 获选为全球创新力第三名的企业 台中市政府将会持续借由VMware的创新力量 让台中市成为更幸福更智慧的云端城市